我能浪迹天涯,也能带你回家 前面的那个人,好像是香儿 站住 此路是我在,此树是我开 这路是你在的? 对不起,我被错了 好吧,那你再背一遍吧,我听着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哦,你背得真棒 可惜我要赶路,等我有空了再来找你玩 等等,不给钱,不能过 香儿小心,我来了 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哭 好疼啊,我的命好苦啊 怕疼你还当山贼 姑娘不知 小人本住在苏州古城边 家里有屋又有田 生活乐无边,可恨他该死的 听,长话短说 我本来是个好人 都是生活所迫 这才误入歧途 那你便引以为戒 以后改邪归正便是 说得简单 我母亲如今身患重病 连看病的钱都不够 便是因为如此 我才挺 挺,挺,挺那个什么来 挺而走险 对,挺而走险 姑娘,一面之词不能进心 可是,不会有人拿这菜刀 出来抢劫吧 接着 这是 哎呀,哎呀 多谢姑娘 多谢姑娘啊 这手镯拿去当了 治好你母亲的病 然后去做点小生意 如果让我知道 你以后胡作非为 绝对不敢了 我以后绝对改邪归正 香儿 你送她的手镯 最少能卖白银一千两 可是对我而言 她只是个装饰啊 这 也未免太过贵重了 香儿,等等 怎么 我这里有一百两银子 给这位山贼大哥 拿回去补贴家用吧 这样 你也可以留着你自己的手镯 那就谢谢大哥哥了 这手镯陪我好多年了 一时间 还真有些舍不得 银子拿去 回家好好做些小生意 不要再当山贼了 谢谢大侠 谢谢女侠 俺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想不到大哥哥还真有办法 今天谢谢你了 香儿不用客气 能帮到你就好 下次记得来找我一起喝酒 告辞 好 我一定去找你 小香儿 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拜拜大侠终于剿灭了黑风寨 救了被拐的妇女 不愧是大侠 这不是香儿吗 带我上去打个招 女侠 这故事如何 不错不错 我很喜欢 女侠您听着唱快 小人我这嗓子都快冒烟了 能不能请您上碗酒喝 又喝不可 掌柜的 给我上最好的酒 女侠豪气 多谢女侠 若非您 小人这辈子都喝不上这等好酒 那掌柜的 便多拿起谈拜 说说的大叔 快来喝酒 等等 女侠有所不知 本店喝酒 一概先行负账 这又何难 多少营两直说便是 区区白银五千两 女侠有所不知 这酒可是百年佳酿 难得宜 每喝一坛便少上一坛 您要不要 我就拿回去了 谁说我不要的 开封 等等 香儿 你莫要被骗了 是你啊 这酒坛虽然外表古旧 样式 却是这几年新出的 污蔑 诽谤 信口词谎 小心我拉你见关 无妨无妨 只要是好酒便行 女侠 这酒坛 怕什么 难道我会跑了不成 钱我还不够 外面的马卖给你 可好啊 这 这可是汗血宝马 一万两也买不到 那小人就确实不公啊 香儿 你这也太 五花马 千金球 苦而将出 换美酒 你不觉得很美吗 好了 帮我喝酒 你不喝 你喜欢一个人喝酒 上次喝得这么痛快 还是 酒足饭饱 正是纵马狂歌之时 告辞了 我的马 这是我的马 原来如此 竟然是在耍人 呃呃 你还不快来啊 香儿 等等我 香儿 你跑得 也太快了 累 累死我了 不快点跑 要是被那酒肉掌柜追上来 可就糟糕了 这倒也是 毕竟是抢了人家的马 不过这马 最少也值数百两银子 丢了 肯定会让那掌柜 被东家开除的 嗯 我只是想给掌柜一个教训 省得他老是去讹诈别人 不想砸了他的饭碗 还是把马还回去吧 你能不能帮我 好吧 我帮你 把马还给掌柜 希望他不会拉我去见官 你就放心吧 又不是你偷的马 说不定他看在你把马还给他的份上 还会免费请你吃大餐呢 如果真能这样 那就好了 谢谢大哥哥了 女人真好 那是香儿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各位相亲父郎 香儿 为何你在此卖艺 又是你这家伙 香儿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 看着 香儿 承让了 刚才的表演如何 各位相亲 难道不给点赏钱吗 小姑娘打得真好看 给你 那个小伙儿打得也好看 这是赏钱 嗯 虎虎生风 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 跟我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是卖艺赚钱了 那你为何要供给于我 一个人卖艺很无聊的嘛 顺便还能试试你的身手 那 赏钱分你一半 笑一个 香儿 你分我这么多钱 我请你去最先楼喝酒吧 用这么多的钱请我喝酒 大哥哥就不心疼吗 嗯 心疼 但是 请香儿喝酒 再心疼也能忍 那还等什么 带路吧 诶 香儿 好巧 你也在这 为何一人坐在这里 我在等我 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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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好奇 如果你不介意 我的朋友 可不是人哦 不是人 难道 是神雕不成 我骗不告诉你 只是天色渐晚 香儿 香儿一人在此 我实在放心不下 你这人 一直都这么热心肠吗 山贼打劫 你会见义勇为 酒馆讹诈 你会仗义直言 故人乞讨 你会现身相认 如今我在等人 你也 说来惭愧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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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为那人 是香儿你罢了 说 说什么蠢话 天色已晚 姑娘的友人 只怕是迟到了 她已经来了 什么 你看那里 就在天边 天边 抱歉 我什么都没看到 是晚霞呀 姑娘的友人 竟然是晚霞 可有不妥 并无不妥 我仗剑走天涯 陪伴我的 只有晚霞 我也可以 什么 没什么 大哥哥 你明天 还能来陪我 看晚霞吗 当然 只要香儿需要 我什么时候 都可以陪你看 谢谢大哥哥 你 真好 我一直想要有个人 陪我看晚霞 看白云 看大海 也许这样 就不会寂寞了 我 我会陪你的 你想去哪 我都陪你 嗯 谢谢你 大哥哥 香儿 天黑了 我送你回家 嗯 香儿好像就住在这附近 是前面那间小屋吗 哈哈 香儿 你似乎有客人来了 是大哥哥在外面吗 你怎知是我 我说过 你话成灰 我都认得 嘿 在外面愣着干什么 还不进来喝酒 香儿 前辈 你们好 小兄弟 不必客气 快来喝酒 天若不爱酒 酒心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 地婴无酒全 天地既爱酒 爱酒不愧天 哈哈哈哈 果然是同道中人 我说过 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自从拙惊罔顾 许酒为喝得如此痛快了 香儿 你怎么哭了 我 我一直在找一位独臂大侠 这就是 他游历天涯的缘由吗 我找了好久 好久 可 还是没有找到他 我 不知道 以后会怎么样 香儿不用难过 有缘 一定能再见的 我会一直陪伴你 无论你是开心 还是难过 只要你需要 我会一直都在 大哥哥 来 我们干 干 不醉不归 香儿 大哥哥 你怎么来了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 为何你一点也不期待 记得上次喝酒时 我说过的独臂大侠吗 自然记得 当年我过生日 独臂大侠领着一群江湖豪杰 为我喝寿 此情 此景 历历在目 世上再无如此快乐的一天 又何必期待呢 今日只有我一人 不过 我还是为你准备了惊喜 跟我来 夜深人静 你将我带到山里 就是为了看萤火虫 不好看吗 一点也不好看 哼 那你再看天上的晚霞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这种时候 天上如何会有 像不像 你最爱的晚霞 来唱歌吧 大 大哥哥 香儿觉得 世上再没有 如此浪漫的一天 不 香儿 相信我 以后的浪漫 还会有更多 大哥哥 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香儿 我看到过你的好手 你的善良 你的可爱 以及 你心中的寂寞和伤痛 我想永远陪伴你 不离不弃 让你远离寂寞和孤单 永远开心 永远带着笑容 自由自在地活着 这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心愿 大 大 大哥哥 我 终于找到了那个 能陪我看晚霞 陪我游天涯 陪我过生日 陪我一生的人了 你陪小乡游历天下 踏遍名山大川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一路逛逛吃吃 玩玩乐乐 不亦乐乎 而旅途中的香儿 一改平日里大大咧咧 尽显细心体贴 温柔可人 你俩一路上的游记 则是后世研究 古代地质人文的宝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